此季美國北加州分會舉辦了大愛之夜 演藝人員萬芳和潘莉莉不僅演唱美妙的歌曲 也到人文學校分享人生經驗 藝人潘莉莉秀了一段水綻中的演唱 讓現場的來賓感受一下現場演出的氣氛 此季北加州庫普提諾人文學校 邀請潘莉莉和萬芳與家長們分享人生經驗 這次全程參與26場水綻演出的潘莉莉 演繹的生涯30年卻被業餘演出的慈激志工感動 體會出什麼才是用心 經文那個歌一出來 然後師兄姐妹這樣 這麼莊嚴這麼整齊的那個 那種用心喔 就是看了之後真的就是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 我是怎麼樣的感動 所以我就把手也這樣給 另外同行的藝人萬芳 參與慈敬活動12年 每次在心靈上都有收穫 印象最深的就是2008年的緬甸震災 從當地貧苦孩子知足感恩的行動 希望能讓現場的家長體會如何引導孩子感恩 每一次的茶會或者是每一次的分享 或者是把我在這許多年來在刺激人身上 所獲得的飽滿的愛 希望能夠透過每一次的分享出去 而人文學校的小朋友也熱情地表演了首語歌 獻給潘莉莉和萬芳 讓他們有如回家般的溫馨 這次兩人受邀到慈濟美國總會和北加州分會 參與了四場大愛人文之夜的演出 也和當地的職工們分享心得 大愛新聞 珍珊美職工 美國綜合報導